MING PAO TORONTO 星期三谷草野馬繼續跑九場 騎士有田泰安開始停賽兩天 另外梁家俊跑賣今期亦都會停賽兩天 全晚唯一錦標是聖安道挑戰碟 不經不覺沈集成已經連勝三次谷戰 頭馬超超比 知道長勝和宜昌精神全部都是季內第一次贏馬 宜昌精神更是打開勝利之門 證明沈集成好敢在谷草出擊 為馬主爭取最大的利益 看回這次谷草野馬賽事 沈扣除了新榮之星之外 其餘三匹上陣馬交替密道朗拆騎 當中包括芝合帕和閃電 這兩隻在不同場跑四班千二米的王牌馬 其中芝合帕上季出道無奈 已經贏谷草私家三跑道四班千二米開債 本身今季已經上陣兩次熱救了身 上場一步文跨下 沿途被頂在三達望空 純粹就輸贏了 與本身實力無關 星期三晚跑回贏過的私家三跑道 儘管看看密道朗怎樣幫這匹新助騎 打開今季勝利之門 至於閃電 上場在泥地後上跑第四 六須馬終於見面追逝 也就是說狀態回來了 既然上季能夠在三班谷草千二米連贏兩場 現在跌到新低的五十二分 怎算都會有條件反彈 最後一匹合作馬 是割足三班一千米的年年幸運 本身是今季開始出賽的K步馬 頭那場跑田草不上名 但再出轉跑谷草 結果立即後上跑第二 當時他是六十五倍的大難門 捧場的馬迷不多 班禮後上和紅日寫穿挑 最後在中間位置穿上來衝得好行 上場繼續跑谷草一千米 結果也拿到第三名 只是輸半個馬位 證明這匹後三馬水準多穩定 今季繼續都是跑這個路程 加上有麥多朗壓陣跑高不少 年年幸運有機會開債 數數手指 上次谷草總共有七隻馬開債 其中超勁火力 勇巴龍和疑昌精神 都是之前一場跑入前四名 然後就在當晚賽事出王牌贏馬 今次谷草野馬有三匹未勝馬 符合上述的基本出擊模式 即是跑完前四名再出王牌 其中電路十號和極速之子 分別跑五班一千和千八米 剛巧兩隻都是歐洲自購馬 撞正本地氣溫下降開始入冬 分分鐘被他們佔到天時之地 直至在谷草取得重大突破 尤其是電路十號轉了兩次倉 今季來到蘇惟賢馬房 上將初配何宅堯第一次跑五班賽 在谷草私家三欄一千米獲得的第四 這次宜蘭、班次和路程都不變 配搭也繼續是何宅堯 電路是馬主隨時有頭馬拉 近期布文整體表現沒有季初這麼舒服 不過跑到谷草私家三跑道 就一定不能當他無道 因為他已經跨季連續五次在同一宜蘭有馬贏 其中三場都是幫方家派贏的 所以今期他們合作的黑圖火箭、飛雲和風中競蟲 這三匹馬一定要看實 好像跑四班千二米的風中競蟲 本身上季初贏同蘭同班同情開債 再出就贏多次谷草四班千二米 路程性能和班次實力都不用懷疑 放假怕這次不再用王志雲減榜 寧願找回大師傅騎改善發揮 看來他都好心急想盡快向馬主交代 至於跑三班千八米的黑圖火箭 有布文騎一向效果最好 人馬累積六戰 拿到一罐三瓦和一個第五 只是第一次拿不到獎金 包括季初布文幫他贏馬開債 今次孤兼重鋒出賣王牌 擺明就是一副薄薩格 高東尼上星期三大殺四方 在菊草野菜出七匹馬 拿到四罐兩牙 簡直就是代表了 今期都不敢說他高潮過後沒有了 事關他有百進少星這匹市集勇馬上陣 11月15日由楊明倫幫他試12米重化草地集 雖然在七隻馬中跑尾三 但這匹五水澳洲自購馬 實際姿態可以說相當輕鬆 沿途逐點逐點加速追前 整體來說試得幾不錯 這次跑回本身來香港之後 唯一贏過的菊草私家三藍 報名有保護權 證明一早鎖定目標 加上2200米 之前跑三次 拿到一亞一貴和一個第五 全部有獎金 禮拜三晚 分分中令馬主笑到最後